大家好,我是耳魔人 今天为大家开箱的是超合进魂GX-91 Guitar Lobo 2号跟3号机 它上面有个宣纸,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吧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包装盒还是非常的精美 封面就是2号机跟3号机的正面的形象 旁边还有这个小飞机 那下面呢,事实上它就是之前在17年曾经出过的1号机 那如果你对照一下,你会发现说 它们的盒子尺寸基本上是几乎是差不多的 那包含侧面看也都是大同小异 就是差不了多少 可是如果你实际拿在手上的话 你会发现说2号机跟3号机 因为毕竟有两台机体 所以它的重量真的就是差不多是1号机的几乎就是两倍 拿起来还是蛮重手的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开箱吧 好,打开来之后呢 当然它的说明书,等一下再看 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是保力龙 里面就有这个2号机 还有3号机的这个底座这个坦克的部分 驴带的部分 那3号机的上半身 还有这个飞机在这里 另外呢,还有两个底座 那想必其他的配件应该也都在这个底座里面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给展开吧 1号机全部展开之后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尺寸 1号机的头顶高大概18公分左右 2号机呢,稍微矮一点,大概17.5 至于3号机呢,它的头顶高就大概只有11公分 那如果你对照一下其他的系列 比如说像这个是HG的组装模型 无敌铁金刚大概也是18公分 那MG的粗钢也是18公分 那事实上呢,最近超金魂的主要系列 比如说这个系列叫做DC D是Dynamic C是Classic 就是Dynamic这家动画公司的经典还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造型也好 设置定也好 几乎百分之八九十 不敢说百分百啦 但它尽可能去还原当时的整个设定 那这个DC系列它的主要尺寸 像无敌铁金刚啊 可怜大大魔神等等就是18公分 而像是最近的其他超级器人系列 比如说FA啊,强调高可动的 其实也是同样是这个尺寸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说明书的部分 那事实上这一本它不是说明书啊 这一本全彩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等于算是设定集哦 就包含当年的一些设定资料啊 还有一些动画里面的一些名场景啊 以及这一次呢 在这个制作过程中的一些设定稿等等哦 就是这一本 好,那除此之外呢 它有一本说明书 但是说明书的部分呢 其实就很扬春哦 它其实说明书的部分 反而是做成黑白的哦 不像刚才那本设定集做成全彩的 那说明书也是蛮简单的 就这样子哦 这个对折再对折 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说明书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这三机的一些不同的 它的细节跟可动哦 那首先其实一号机已经出一段时间了 不过我之前没有做过影片 所以我们还是从一号机开始看起吧 首先呢,必须要肯定一下哦 一号机还是非常的有诚意哦 因为它除了本体之外 你可以看到呢 它后面呢 有附了三台 一二三号机的小飞机 而且呢 它还给了这个喷射特效哦 那事实上呢 这三个它都是可以独立的把它分开的哦 那所以呢 光是这三机呢 就觉得真的是也还蛮值得的哦 而且它在这个底座上 它事实上也有附了这个发射台哦 你可以把它安装在这个底座上 那另外这个底座里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哦 它事实上里面的配件也还算是给的蛮丰富的哦 就包含各种手型哦 总共有八个多余的手型之外呢 胸部的零件 脸哦 也都可以替换哦 这边还有一个手型 那另外呢 它的背上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也是采用这种可以插替式去换成这个大的翅膀哦 我觉得它在配件完整度上呢 真的算是给的相当丰富了哦 因为它有当时有这个套件呢 所以大家就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会不会这一次呢 就只出一号机 二号机三号机就不会再出了呢 哦 那没想到二号机三号机呢 这一次还是居然就出了哦 但是当然小飞机都已经出完了 这一次就不需要再出小飞机了 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它本体的部分哦 那事实上它整个造型的设计呢 真的是相当用心在尽量去还原当时的设定 可是呢 在还原设定的同时呢 它却牺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可动度 就是它很多地方呢 事实上你说可动好像都有 去尽量的去做一些表现啊 可是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像这种 这个弯曲的手肘呢 就顶多就是做到这样子90度而已哦 就是以可动度来讲呢 在这种玩具的表现来讲 我觉得算是比较差的哦 算是比较普通的 当然它头可以抬到这样算是不错了哦 那真正最大的弱点在哪里 第一个呢 是它的像这个脚步 它还是有做这个缩录式的这样的设计哦 让你可以把整个脚呢 整个转过去 可是事实上呢 它也只有到 这样差不多120度左右哦 就是如果你要摆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呢 还是有困难的 那尤其是像这个脚步的贴力关节哦 就并不是很理想哦 在摆一些大跨步的动作的时候 这个脚其实没有办法站到一个非常稳 而最让人觉得诟病的就是呢 它的这个宽关节的部分 它为了要保有这个完整的这个结构呢 所以它往前往侧边呢 这个摆动的幅度都小到一个不可思议哦 就是让人觉得这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嘛哦 那这个算是这一组玩具的一个最大弱点 但是呢 更妙的是呢 它为了要改善这个部分呢 所以它还多设计了一个替换零件哦 就是换上这个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脚呢 稍微往上抬了一点点 我们直接把它换下来看看 我印象中这个不太好拔哦 好 把它拔下来会像这样 好 那就把它 它是用这个夹式的固定哦 这样装上去 装上去第一个呢 很丑 那第二个呢 可动度有没有比较大呢 有 但是也不过就只有大这样子而已哦 对于往侧边来讲 其实也是没什么帮助哦 这个是这一组可动玩具一个最大的弱点 那再加上说它有些地方 为了要做一些可以替换哦 所以在紧实度上面呢 我觉得也有一些不理想之处了哦 所以它这个系列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呢 它尽可能的去还原当时的这个最早动画的造型 可是除了还原造型这一点之外呢 其它真的就比较表现真的就是非常的普通了哦 那当然还有一点值得肯定啊 就是说它把后面所有的螺丝孔的部分呢 全部都补起来哦 这是在最早的超合金魂里面的系列 并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所以除了外形好看之外呢 那可动度大家可能就是要必须要接受了 也算是一个妥协哦 那延续跟一号机同样的设计 二号机呢 事实上也有同样的优点跟同样的问题哦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呢 我觉得比起之前最早的超合金魂的二号机来讲 呃 我觉得完成度是更高的哦 就整个看起来更帅气 但是呢 一样是有刚才提到这个髋关节设计的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它全身的可动哦 首先头部这里呢 它的可动呢 其实做的还算是蛮完整的啦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整个头呢 也是一样可以抬到这个几乎大概差不多60度以上吧 就是它分成两段 上面这个已经是一个球关了 下面脖子这一段呢 也是做了一个可动的关节 所以前面可以到这里 后面可以的角度就比较大 那左右的部分呢 可动的幅度反而是比较小 那当然这个旋转时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哦 那再来这个手的部分呢 这一个盖子的部分 它是一个独立的活动球关 那可以往上抬呢 大概应该超过90度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但是抬到一个角度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盖子 它就会喷走哦 这个我等一下再来装 那上臂这里可以旋转 然后呢 这边转动大概也是差不多就只有90度了哦 也不是那种双重关节 可动度上面还是比较受限 那这个砖头也是可以旋转哦 而且呢 它事实上它是可以发射出去 所以它也是做了一个 这个拔踢式的一个设计哦 那它这个紧实度其实还蛮刚好的 所以你这样装回去呢 它也不会有任何松松的问题 好 再来呢 腰部这边呢 这个上面这个腰它是整个360度呢 哎 好像 并没有办法整个转过去哦 但是转动幅度大概从这里到这里啊 好 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360度旋转 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才对哦 好 那么大腿的部分呢 在不替换这个任何零件的状况下呢 一样往前大概只有2、30度 往后也是差不多2、30度 侧面呢 也是大概就是了不起30几度吧 好 真的就是很小哦 这个可动范围真的非常的有限 那膝关节的部分呢 它这边就没有做什么缩路 这边有 在上面 好 这边也是有做了一个小小的缩路 是大家可以看到吗 在上面这一段 这一小段 可以往里面缩一点点哦 所以呢 它还是有做了一点点 避免干涉这样的设计 但即使如此呢 也不过就是 还是只有到120度左右哦 那贴地的关节 也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小哦 因为它整个结构就做得 非常的紧实 中间就没有什么空隙哦 但是没有空隙的状况下就是 可动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哦 那延续一号机的设计 它的这个配件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也是有附了这个地台哦 跟一号机基本上是一样的 旁边这个也是这个烫金字在上面 那里面呢 它就有一些 好这个支架的零件 好支架的零件 以及呢 好这边 我把它打开 它里面就有这个替换宽布的 这个零件 好跟一号机是完全一样的设计概念哦 就是为了要让腿可以抬得比较高呢 所以呢 就设计了这个 我看看好不好拔 好 也是这样把它拔下来 拔下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装回去 装回去 好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破绽就非常非常的大哦 那破绽这么大的状况下呢 好 脚就可以抬到差不多将近90度了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傻气 好傻好电针的设计啊 我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突发奇想的一个idea呢 明明应该有其他可以做 在这个造型结构跟可动度上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一个设计啊 为什么呢 不懂啊 好 但反正它就是这样设计啊 好 那除了这个宽布 这边可以换之外呢 它的小腿肚这里呢 它还做了一个可以替换的设计啊 这个盖子是可以拔下来的 拔下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换上新的袜子 这个是带有这个翅膀的火箭脚 两只脚都可以做这样的替换 那感觉好像这个速度会因此而有所提升的样子 然后这是它在脚部的一个可替换的一个结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右手的部分呢 跟左手就不对称的设计嘛 那右手是一个可以开的这样的夹子 可以打开的幅度到这里 关起来可以像这样 上下也可以做摆动 那包含这一段呢 也是可以旋转哦 但我觉得它这次的上色其实上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这个这一点还是蛮值得肯定的 那像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哦 所有的这种螺丝孔的部分呢 也是全部都把它给填补起来了哦 把这个手的地方也是 这也是跟超级精魂早期的盖特二号机不一样的一个最大的进步啊 第三个终于轮到了三号机哦 那事实上 Guitar Lobo的一到三号机之中呢 我个人一向最喜欢的就是三号机 因为它跟一般的机器人的长相造型哦 的风格都很不一样 第一个呢 它下半身是去履带嘛 那第二个呢 就长得比较胖 就是那种柔道型的这个角色哦 那因此呢 大个子通常它在这个肌肉或者是这个体型表现上呢 就比起好像二号机那种瘦弱的机器人来讲 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头部哦 头部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球体关节哦 包含上面跟这个脖子下段 这边都有做了关节哦 所以有一定的可动那旁边这两个像飞弹的结构呢 也是这个独立分件哦 所以它可以像这样子前后左右的去转动 比如说向前去发射这个火箭等等哦 像这样子发射飞弹哦 的动作也可以做得到 这是头部的部分 那再来呢 它肩膀的部分呢 首先呢 这里有一段可以往外拉出的隐身关节 所以拉出来之后呢 它的往前往后的角度就会变大哦 那当然这个往上可以抬到这么高 超过180度 那另外呢 手的上臂可以旋转 这个一段关节 那顶多只有90度哦 那拳头的部分呢 就可以转动 大概就这样 可是呢 这边有趣的地方在于说呢 它除了这个手之外呢 它还多附了两组这种 就是比较像是像阿强那种 就是一节一节可动的这种手臂哦 那它换装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像这样 把它拔起来就可以了哦 这样就可以把它装上去了 好 那装上去之后呢 这个关节当然因为它的这个分件数分的比较多嘛 所以呢这一节一节可动之后呢 感觉好像就会更加灵活 但是那是一种感觉哦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可动幅度呢 老实讲也并不是太大哦 这是水平的状况 往上呢 大概也差不多就到 几乎到90度的状况而已哦 那当然你如果再把它连接上去也是OK了哦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就手就变得一个超级长 但是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古怪就是哦 也是另外一种玩法哦 那它有两节你可以再另外再加上去 就可以让它手就变得很长哦 就可以实现那个什么大雪山欧鲁西 欧鲁西还是欧鲁西 就是那种摔脚的技法 这是它的手臂的一个换装的一个玩法哦 好 那再来呢 它腰部这里呢 它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整个卡在里面 所以整个好像是不可动对不对 哦 事实上呢 它是可以再往上拉伸出来哦 拉伸出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往前弯腰往后呢 可以有一点点的转动 侧边呢 当然也都OK 所以有了这一段拉伸出来的这个结构之后呢 它这个下半身呢 看起来就整个就灵活了哦 那这个铝带的部分呢 事实上它是 这个塑胶 像橡胶或矽胶的材料 所以它是可以像这样转动 三个轮子都可以转动 两边都可以转动 而且呢 这个轮子呢 它也可以再往下做一个角度哦 所以呢 它就不光只是这个水平的在地面上 好像这个铝带本身也是变成像一个这个有表情一样的这个肢体一样哦 可以做出一些跟一般铝带这个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可动的表现 我印象中最早实现这个结构的哦 是呃 在宿水人师以前 老师以前在那个Hobby Japan上面 啊 这个刻画的一组GK 那当时看到这个结构设计 我又觉得 哇 真的是超级一个帅气哦 那后来的 很多版本的Guitar Lobo也都延伸了这样的概念 就让它的这个铝带呢 就不只是只能水平这样子在地面走动 它包含整个就是 看起来就变得非常灵活 是一个相当灵活的一个胖子 好 那它的底座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它底座上面一样有Guitar Lobo Guitar三号的这个标志在上面 烫金字 那里面呢 它的配件其实也不多了 就是呢 下面这边是两组这个飞弹 上面是两个开掌手 好 把它打开 先看一下开掌手的部分 这个开掌手也是有一点趣味 这个肥肥短短看起来蛮可爱的 这也太可爱吧 这手指头是怎么回事 前端是整个做圆圆的 那它这边呢 它就做了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还有一个转轴关节 所以就可以做出一点像那种 好像有点像是那种 相扑离式那种手型的感觉 这是它在手型上的一个玩法 那至于说它这个耳朵旁边这两侧的这个飞弹呢 它总共有多附了两个 好 那当然就可以装在它耳朵旁边这个位置 直接拔起来就换上去 好像这样子 好 但是有趣的来了 有趣的是它这个弹头的部分 它是另外装上去的 好像这样子 可是装上去之后呢 诶 绝对不是那么单纯哦 你看到装上去之后 我造型也是一个帅 我把两边都装上好了 好像这样子 好 装上之后呢 好玩的是呢 它旁边这两个是开关 可以按压下去 可以发射飞弹 哇飞弹不见了 好 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剪 但是总之呢 它就 这两组的部分呢 它不只是旁边装的这个小翅膀 包含前面这个白色的弹头的部分呢 也是可以发射出去的哦 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做的还蛮好玩的哦 这种可以发射的机制 就很有那种老合金的这个味道 老合金的这种 这种情怀了 我觉得这一组是 在这三机里面呢 我个人觉得最喜欢的一组 盖特二号机和三号机的套组之中呢 这次多附了一台小飞机 那这个飞机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老实讲年代久远了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它尺寸呢 大概就跟盖特这三台呢 比起来稍微小一点点 那它的名字叫做 Kamendo Machine 那如果你硬要翻译 大概就是指挥艇的意思嘛 当然跟这个铁金刚 那个指挥艇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它也多附了一个这样的发射架 可以装在这个二号机或三号机的地台上 那虽然说做得不大 可是呢 至少这个细节等等涂装啊 各方面 像这个苍盖的部分也是透明件 也算是做得蛮到位的 也许有人会好奇说 那这三台机体之中呢 它的身体手脚 可不可以像早期的超合金版一样 就是彼此做一些零件的互换 比如说手脚 移花接木之类的 那答案是MURI DESU 这做不到 因为它就没有这样的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 这三台机体呢 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点 好不容易三台都做出来 干嘛不多做一些互动呢 但是虽然如此 它还是有一个小地方可以玩 就是呢 像它的手脚 因为我们知道超合金 大部分这种前臂 手臂的部分呢 通常都是可以这样拔下来 就是那种类似金刚飞拳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做那种 弹射式的金刚飞拳 但至少它还是可以拔下来 那像它这边就可以 左右去做互换 所以二号机的左右手是可以做互换的 那不止如此啦 二号机的手或者是一号机的手呢 它的卡榫基本上是结构样式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拔下来 装到一号机 二号机装到一号机 一号机装到二号机的手上 去做一些像类似像这样的拔弯 那甚至于呢 如果你把三号机的手臂 堂皇手臂 也可以装上来 但是当然就一个很猎奇啊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组合 但是反正玩具就是这样嘛 随便个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那至少这个卡榫一致的时候呢 就多了一个看起来比较有趣一点的玩法 好的 以上就是超合进魂GX-91 GETA LOBO 二号机和三号机的简单介绍 同场家应的一号机最近也要再犯了 之前如果没有收到的朋友 这次呢 可以三机一起把它收完整 话说超合进魂最近分了几个子系列 DC这个子系列强调的是 尽可能回归原著风格 然而为了追求极致的造型还原度 却牺牲了最重要的可动度和可玩性 个人觉得是本末导致的做法 结果就是除了当成战师之外 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把玩的了 再加上超合进魂最近的价格 一路飙到一个最高点 又让人觉得收藏的兴致少了几分 如果不是超级机器人的爱好者 五六千块台币大概很难下得了手 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 之前Super Robo合进风格的做法 帅气和可动度坚固 又不会像牵直链那样 魔改到根本就变成不同的角色 但是时代的转变好像就是这样 复古的更复古 前卫的又太前卫 有时候真的也蛮难令人适从的呢